都说要真的是 都说要你真的是 你现在还跟我说不要 等一下 我怎么接到图了 没定啊 那你这个样子 你就 那就不管了 你就不用自己做决定了 咱们出国家们他们说要就要 他们说不要就不要 真的不要 你真的 你真的不要 你自己老自己给朋友一起 欣赏 收了 对要喜新一点 我觉得吧 要有一点这个仪式 大家才聊得开嘛 对不对 谢谢关注 谢谢家人们的关注 他们都说你不要他们要了 谢谢家人们的关注 表哥他们肯定都要 我也不知道表哥来没来 表哥他我跟你这样说 你表哥肯定要这个 我跟你说个实话 如果给表哥 表哥可能 不说你拿个一两个了 你今天可能准备了20个 他都可以给你消灭了 你然后消灭了 然后又干嘛呢 对不对 大家就消灭了之后 这个样子 然后就消灭完了 他就休息了 第二天起来 又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第二天你就算拿个50个 这个样子的 他都可以找人给你消灭了 怎么可能 他哪喝得了那么多 真的呀 说的对 一丝感 对家人们 就一定要有 这样再尽量 我告诉你 这些东西一定要有 这个不是他们说 可以留着 以后可以 做那个啥吗 这个东西 我觉得 一定要有 但是要那个到时候消不消灭 也在说 你不可能到时候想要的时候就没有拿不出来 那就多尴尬了 拿去吧 我也不说 没有声音呀 有吧 家人们 人气 对 对 这是理解问题 理解问题 就一定要拿着一个 对 这是安安的好 家人们 没有关注的 可以关注一下 马上45了 哇 今天 这样 我要去给你的家人打个电话 我问一下他们 现在在哪 我待会要去接他们呢 不用接吧 嗯 没事的 我现在要去接一下 这没事 我打个电话 咱们主播家人们 今天先和你们聊一下 我先问一下 对 还没吃晚饭 因为我的家人 有几个出来了 不知道有什么事 然后就叫晚上一起吃饭 我都不知道 怎么回事 不要带你的表哥来 那个表哥的话 他就是个表哥 你说他 你怎么说呢 我也管不住呀 真管不住 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呀 家人们 哎呀 谢谢关注 然后的话 没有关注的家人们 点一个关注呦 待会安安 可能九点 接近九点的时候 我们会直播 到时候你们想看 直播的可以直播一下呦 几年你要有分寸 不要拿去 我真不要呀 我一直都说 我又 你说 我怎么可能要这些东西 我自己又不喜欢喝这些东西 对不对 家人们 我肯定 对我来说 我一点都不想要这些东西 因为我又不喜欢 我的爱好不是这个东西 然后的话 我觉得安安 我不希望他 就是开销太大了 然后的话 我希望他 就是 因为他工作也很辛苦呀 天上不会掉蟹饼 我不可能就说什么的 行行行 我什么 一般我都觉得能省的 我都省 你看我们两个去大理 他都觉得我太节约了 他说 我一路上 我们出去啊 去大理玩了四天 有两天 我都叫他 他说租个 租个车 然后我就说别租车 我就叫他 租个电瓶车 我说你骑得来不 然后他说 他很久没有骑过电瓶车 他说可能骑得来吧 天哪 然后安安就租了一个电瓶车 一个小时十块钱 然后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因为我们在大理旅游的话啊 就如果打车的话 如果一个小时去这个地方玩 一个小时去那个地方玩 打车 一次可能几十块钱 一天下来的话 可能还是要三百块钱和 接近两百块了 我觉得 这样的话 我觉得没必要 然后 在大理玩的时候 我们就租了两天的电瓶车 然后一天 一天一天的租就是六十块钱 如果按小时租就是一个小时 十块钱 第一天是租了一天 然后我就叫他租 他 他不好意思骑 然后我就叫他 我说没事 可是这边的话 车太多了 堵车呢 骑电瓶车要方便一点 第一天就租了个六十块钱的电瓶车 然后好搞笑 搞笑呀 我觉得 就是 我觉得 天上不会掉蟹饼 我觉得不能大手大脚的 可能我一直习惯了 不大手大脚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坐车 我都要和别人讨价还价的 买个耳环 我都要给别人讨价还价 我的耳环 十五块钱 两对三十块钱 然后的话 我就叫老板 二十块钱 老板就说 他说你这砍价砍的二十块钱 他都不赚钱了 我也觉得别人又不赚钱 我心里面想着 还是要别人赚一点钱 我两对耳环就二十五块钱买的 然后我再给家门说一下 第三天我们骑电瓶车 然后的话 就可能只骑个三个小时 我们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打车的话 可能要还是来来回回 我觉得一个小时 可能要花个六七十块钱 打车太贵了 因为那边车又堵嘛 在大里 我就租了电瓶车 一个小时十块钱 我租了两个小时 然后在尔海边 尔海边的话 就租了自行车 我给家门说一下 租了自行车 租自行车一天才三十块钱 但是 我就租了个自行车 有的 几年你太省了 我这生活费不就是省出来的吗 你一直 比如说啊 公司给你发工资 一个月四千 你一天第二天 你就请客招待 三千块钱就消耗完了的话 这辈子都载不了钱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就觉得 就是生活费包括你自己的 就是这样省着 你不喜欢我这种省的呀 那可能你和我环境不一样吧 我觉得没必要啊 我觉得两个人就是 我觉得这个样子的话 就是大家的话就是 日子也过得是挺开心的呀 我很喜欢你这种人 很真实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反正我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希望 家人们就可能 你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吧 谢谢关注 谢谢家人们的关注 对 这个是安安的号啊 你们没有关注的 可以点个关注 有这个地方点一个加号 点一个加号 然后的话 你们这个地方可以点一个加号 然后我待会儿 九点钟给家人们直播 你们没有关注的 可以关注 可能在那个 然后的话 我就下播了 我家人打电话来了 谢谢啊 九点钟左右 给家人们见面啊 拜拜 的电话来了 拜拜 拜拜 拜拜